伯家乐头柱的微笑心法 这个头柱的心法是比较传统和比较多人接受的 因为心法比较简单 而且限迅运用再加上一些运气的话 的确会让到客户时不时会获得胜利的微笑 这里要强调的是任何方法心法都不是万能的 不同的个体运用起来也会因为心态各方面的不同 而造成不同的差异 粗略来说心法是这样运用的 第一就是开装跟着买装 直至跟着装断 开垦就跟着买垦 直至跟着垦断 整个过程就不是和 操作上就是如果是第一局开装 就跟着买装 直至跟着装断 如果第一局开垦就跟着买垦 直至跟着垦断就不是和 第二如果原来是跟装的一旦装断了之后 即是开垦就开始出现了 就要即时改装跟着买垦 直至跟着垦断为止 同样的道理 如果原来是跟垦的 一旦垦断 也就是说装开始出现了 就要即时改装跟着垦断 直至装跟着垦断为止 如此模式不断重复操作 操作当中有一些细节要注意一下 比如你要设立止损的点位 心法提出的止损点位 就是输五局 只要是垦断在一区牌当中 输了五局 你就要坚决离开这张倒桌 同样的心法还提出了止赢位 赢六注 在一张倒桌里面 一区牌雷计赢到六注 原则上就已经是不鼓励你 在这一区牌里面再玩了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如果牌路顺 而且你赢至第六注 正处于赢的状态 那就应该打破限制 继续落注 直至赢的状态的势头止暴 并且开始输回一局的时候 你就会停止落注 那就可以保住战果最大化 如果运气更好一点的 盈利 即是你赢的 超出了止赢位 多出了四注 四局 即是六加四 十局 你赢了十注 或者是以上的 就可以继续落注 直至你连输回两局 就停止落注 如果运气实在太好 你赢的超出了止赢位 止赢位是六注 那你就再赢多六注 即是六加六等于十二注 如果你是赢了十二注 或者是以上的 那就可以发挥 赢无限度的 赌往赢钱的定率 继续大胆落注 直至从高点高位 你赢了三局 再输回三注 才停止落注 比如你最高是赢到十六注 赢了十六局 当他回落输到 还剩下赢了十三注 那就一定要停止落注 至于行运六 有感觉的 可以适当额外参与一下 毕竟行运六 第一个赔率高 而且行运六 有时 的确是很频繁开出来的 好 好 好